飞伦海这个组合曾经红透大江南北 但是发展的正好的时候却宣布解散了 对于解散的原因官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复 此前严亚伦就被问到说 飞伦海为什么会解散 他表示当时无尊已经年近三十 自然他蹦蹦跳跳他过不去心理这一关 但是无尊在另一档节目中提到的是 因为家庭 他说组合解散有点遗憾但不后悔 家庭对他来说永远是第一 这样看来这两个人的说法不一样 无尊说是退出组合随机就解散了 但是却恼到了严亚伦 他曾表示那个时候他才暗示出头 发展的正好就宣布退出 无尊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 言语之间满是愤怒 但无尊是严亚伦在这个组合中最好的朋友 对于无尊退出他又说不怪无尊 严亚伦这个人真的是琢磨不透 两个人虽然是好朋友 但严亚伦发展并没有无尊好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情商低 就算组合解散还把队友得罪了 他曾表示只可无尊有联系 和汪东成陈亦如不是朋友 此言一出纷纷遭到了网友的指责 陈亦如知道后更表示很受伤 但是他很大度地说 就算他们不是最好的朋友 也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伙伴 严亚伦真的是太不会说话了